竟在天日围棋频道微信号围棋天园 好 欢迎回来 那现在呢我们为您带来江西队和杭州队的一盘焦点对局 今天这个深圳旭没有下主将还是挺让人意外的 因为那个杭州队在这个第一轮里面是1比3输给了江西队 那么呢就是如果说这一盘 不过杭州队可能另外的人其实实力也蛮强的 对 确实也是人才积技吧 可能像今天的谢科之前也是表达过自己想要主将出战的一个欲望 对 所以说也想证明自己可能今天综合考虑 杭州呢就选派了谢科作为主将迎战孤子豪 而且在昨天的棋局当中应该说谢科赢的还是比较顺利的 所以今天此番再战呢可能心情上也是不错 这位是因为他们的主将战刚才是谢科和孤子豪 一会儿我们来讲其他就是这个许家阳对深圳旭 深圳旭在之前就几乎是美人出任杭州队的主将 然后在最关键的时候没有派他出场 杭州也挺有意思的 我觉得排阵还是有点出乎意料 出乎意料 是 那许家阳跟这个深圳旭本身来说他之前是0比4没有赢过 但是昨天那盘棋我们也看到了应该说夏德非常出色了 赢得很漂亮完胜就比较可以说是 是的 所以今天呢再次相遇 而且连黑白都没有变换 也是我们维加联赛中的一个趣事 不过呢就是说在我们欣赏这一会儿那个深圳旭和许家阎的精彩棋局之前呢 其实呢他们那个主将战已经结束了 江西队的那个孤子豪战胜了谢科 那么呢其实就是江西队已经提前进入了争冠战 是的 但是我们看到呢 另外的每一盘棋啊 大家也是在非常认真的进行当中 现在看到的是李清城九段 也是杭州队的议员大将 是杭州队就连续拿了很多届的威甲 对 也是上一届的卫冕冠军 然后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宝级区 然后这个是浙江题材队的佟孟城 对阵佳佳天津食品队的李承森 但由于昨天浙江队是四比零 四比零获胜 然后今天只要四个人赢一盘就行了 是的 而且好像看这个棋局的进程 感觉上天津队好像状态一般 就是从棋的内容上 好像也是早早的可能就很难力挽狂拦了 对 所以可能这边的降级的话 可能天津队多白是要 就是遗憾的先暂别我们维甲的舞台 这是天津队的黄静远 黄静远好像这次的成绩还不错 是的 然后这是浙江队的蒋其润 对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都是宝级组的 对 其实浙江题材应该是实力还是蛮平均的 理论上他们的实力不应该掉到那个降级区里面去拼搏 对 他们也是比较可惜 应该说常规赛在 这位是谁啊 对 这个是他们队的谈笑九段 那其实他们在常规赛还上四轮的时候 已经达到了第三联赛第三的好成绩 但是在后面的几轮当中 就是队伍好像突然陷入了一个拿不到分的困境 对 最后也是刚好第九啊 跌入宝级区应该说比较可惜 然后有连输了两场 对 而且前两轮的这个比分也都比较有戏剧性 都是第一回合三比一 然后第二回合一比三 所以确实他们 就先赢不算赢啊 所以他们其实我觉得今天到这个最后的冲刺大战的时候 其实是压力挺大的 因为他们一路这样输下来 对对对 不过还好上一轮是四比零啊 对 应该说他们今天保级问题不大 好 那我们再把目光回到我们今天要讲的另外一盘争乱区的焦点对局啊 这个是等于是常规赛排名第二的杭州队的深圳旭 对阵江西队 也是排名第三的 对 江西队也是非常厉害的 江西队在今年那个我们疫情期间的维甲的热身赛里面是拿了冠军的 对 而且现在又进入了整个这个总 就是我们今年2020华为手机杯为假的总冠军的争夺 可见他们这个阵容虽然年轻啊 但是其实实力是非常的强 对 然后黑七是点桥是点桥 对 我看刘老师昨天深圳旭白天是输给了这个许家阳 然后晚上还有一盘韩国的联赛 输给了朴婷环是吧 对 所以我觉得确实他这个也是 身体也很好啊 比较辛苦 连续所在 这其实这个常规的话 这个飞一个比较常见啊 嗯 现在因为还争执有力 这个跳也是这个点桥的分支 哦 分支之一 那么呢 这个局部来说 基本上以后是可以是 有两种下来 对 两种 对 如果白棋要定型的话 对 这是其中的一个定型啊 白棋就获得一个线索 嗯 就可以抢占别的地方的大厂 是的 然后 另外一个反正 现在你要说 拖先或者就是将来有 尊子的 引针的这个情况 嗯 那实战他也是 就先点桥 嗯 先保留 嗯 看看 黑棋挡的是这边 这去爬 啊 选择的这个是最普通的飞 那么呢 这部棋好像 反正还是总是一部 价值非常大的一手棋 嗯 所以他也是就先定型了 但这样的话白棋是手脚 哎 在这个大肺手脚啊 AI好像就特别喜欢靠在这里 对 他很喜欢这个地方去问一问白棋的应对 对 对 这个地方好像正常来说 好像多数是这么这么 这个可能气游门会比较常见啊 就是可能以后断一个定型 或者是呃 贴起都有 就会拐上了 对 就是这个和断的定型都是比较常见的 嗯嗯 实战的选择我觉得还是比较少见的了 哎 这个段我还真是头一回见 对 这个地方的选择还是很有意思的 早早就在那个脚上来适应手了 嗯 嗯 这个地方 嗯 白棋 白棋如果说是打这个 嗯 然后呢 那就那就从还原了 这样还原了这个图 还原成另外一个定式了 对 这个 白棋 对 还原这个图 现在方向 对 这个方向的话应该是 白棋应该是不太好这样 嗯 贴 哎 不打一下是吧 打一下 嗯 但现在好像被黑棋蒸掉 不是特别满意 嗯 这个形状 因为白棋这位三个子 一下就 就是有点空空虚了 嗯 这个方向白棋是很不好 所以白棋首先是不愿意去还原这个定型 嗯 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 它其实可能还有走这边 或者是向实战打等等的一些 的选择 还有打这个可以再打这个的手段吧 应该 嗯 这边的下法还是挺多的 挺多的 嗯 这样的话是黑棋是不是要 走的话他就就就就就就就这样 这样的话就等于说再走这个图的时候 这一下交换还是不非常便宜 嗯 嗯 实战是选择到吃这个 就觉得大家肯定得藏这个 嗯 然后他接着爬 嗯 他在二路打吧 打一下 对 打完再爬 哎 这时候切记不要拐刺啊 拐刺他一提就跟那个 本身那个形状本来是立了 才断适应手 嗯 现在被白棋提到这 那什么剑用都没有了 嗯 明显亏损 嗯 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长 是能力 然后就再爬 爬 再长 嗯 这个图还是确实比较少见 比较少见 反正我是头一回见 是 那刘老师您感觉这个图怎么样 呃 我不知道 但是如果两位骑这么用功的骑手下出来 我又觉得应该是也是 有备而来 对有备而来 这肯定是经过研究的 嗯 理论上他们两个既然都知道的话 应该都是一个两分的局面吧 是 但这个白棋还可以爬一个跳吧 这个是一个选择 啊 对 因为这边是四个 就是这边的气没有那么紧 所以冲断是暂时不存在的 对 这样的话就是多爬一下 能跳到三路 然后呢 如果不少爬一下呢 你只能飞到二路 嗯 反正各有利弊吧 对 如果白棋以后能够把这个走起来 那么黑棋相对就变薄 但是反之如果黑棋能够抢到先手以后 对对对 将来可以飞过来的话 嗯 就这一代可能还会有一些真实 嗯 但实战还是先逼过 对实战如果是黑棋 如果仅仅是这边没有什么 具体的招法的话 那么呢 这个其实就显得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嗯 它一定是会有后续的手段 对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将来这拐是先手 嗯 呃 这个打也是先手 对这都是命令型的 那么呢 这其实是白棋的气还是非常紧的 嗯 假设一旦要被他封封进去 还要进行个收器吃 那白棋应该是 还是很难受的 嗯 所以这也是黑棋这个图 能够还是两分的一个原因 嗯 因为看上去好像走完以后 白棋把脚上的实地也吃掉了 然后还两边的头都在外面 嗯 但是因为它有这个逼 嗯 如果说你要是出头的话 它是不是会先从这边来逼 嗯 将来的话 反正还有一些棺子利用 嗯 对就是黑棋有可能根据场合 会选择这样的定型 对对对 那其实感觉到白棋的棋型 还是不是那么舒服 这个棋型 对对对对 因为它可以先拐 嗯 反正是 嗯 那实战的话 白棋是 哎 从这边过来 啊 白棋走这边的话 就可能就要小心 一旦要被封进去 要进行收器吃 那这个白棋就会很痛苦啊 刚才我们介绍了 嗯 不过现在呢 它 比如说 如果马上来的话 马上来 嗯 马上来 会不会会有一些变化 比如说 我们要靠这个 嗯 就这个 因为黑棋现在虽然能蒸 但是 这边 这个飞 这样是不行的 如果走到这边 嗯 是一个什么形状 这样 暂时是不是 是不是还可以飞这边 感觉这样 如果一旦被白棋出头的话 黑棋封不住 然后黑棋反而就是 包围 只要白棋冲破包围先黑棋 这样应该是不行的吧 嗯 这个图 这个是线索 嗯 这我可能再走这个 那他只要剪 哎 剪到他一层气 哎 气也有点紧 嗯 而且我刚刚在想黑 其实不知道有没有这种 哦 直接冲这个 嗯 对 然后 再搬这个 我就对 都紧住 好像 他还真的不一定 白的气也有点紧 倒是 嗯嗯嗯 还是有点 还 不过这个 白棋先飞这个 对 或者白棋 对可能 黑棋的这个 分段 还是有点痛苦的 这个气息 这样 这样白棋在 做活吗 哎呦 这局部 很很不太好做活啊 可能是这场外 只能拖在下面了 嗯 就这样 但不知道黑棋的 也能不能抢 这种线索 对方还是 就如果简单的跳 可能您就 过一下 对 对方 还挺复杂的 嗯 感觉 其实我们下来 要慎重 要慎重 这个图还是 应该说陷阱很多 一定要研究的很充分 对对对 就是地方就是很简单 就是如果一旦封不住 嗯 就很麻烦 对 然后如果说风呢 比如说 呃 如果类似这种 比较松垮的风的话 就是不能把白棋收紧的话 黑棋是不满意的 但是如果说白棋只是 简单的收气被黑棋 走得很厚实的话 黑棋还是不错的 嗯 实战 我觉得他应该就是 觉得直接走 是不成立的 对 他可能觉得这个子 他再先靠了一手 他想做个准备工作 就如果说你在这一带 可能定型的话 就算说你走的话 他这边就应该就能封进去了 白棋应该就出不来了 那么刚才应该是 还是白棋应该有图可以反击的 对 所以实战两个人呢 也达成了一种共识 那当黑棋碰的时候 白棋就选择了补气 复住 这个地方我觉得两个人应该都是有研究的 那么呢 白棋可以看成什么 就是说本来说直接补回去 可能也是一步棋 但是如果黑棋加过来说 他可能反而不知道该下什么 现在黑棋拆个衣肯定是凑齐 但白棋的靠也不一定有多坏吧 白棋可以看成这样 对 所以他等于是限制了 就刚刚刘老师本来一步加到这儿 是很舒服的 现在呢 他通过这下交换呢 就让你至少不能 就我还是有留有一些眼味 嗯 然后接下来 黑棋也是有下班和上班的选择 下班的话应该就是退 对就是这样 再退 也是 那接下来就黑棋是爬还是在长久呢 就是面临选择 也走这个的话反正就是后手了 嗯 对 总之一个就是就地安定 一个呢 是更看重以后对中央的影响 但是 刚才贾刚刚说是一个是中央 一个是实地 嗯 那么呢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因为黑棋 白棋现在不是说在外面出头的 出头因为下面罐子受损嘛 嗯 就各有利弊啊 党上是其中的一种选择 那么呢 假设如果白棋是 刚才选择是这样的形状 那么呢 黑棋有可能会选择下班 对 现在呢 白棋因为是选择了这个党 那么将来黑棋 还是有封住头的那个可能性 那么呢 他现在走在外面的 可能会跟那个大局一点 嗯 所以像刘老师说 就我们在选择定市的时候 其实 主要是看 周边子力的配合 还是需要配合的 对 一定要根据周围的情况 来选择 其实我们大多数的棋友 我们 可能 要看 那个圣女 我觉得是没有用的 嗯 是的 嗯 这样 这样的话 就是白棋 基本上就活干净了 嗯 对 然后就像刘老师说的 就黑棋 深深续 就依然是 看中整个外面的 这样的一个 未来的一个潜力的发展 嗯 因为这个地方不走的话 将来黑棋这个拐一个扇手 那么呢 很简单 这一拖 试一下白棋的硬手 是 如果你要搬的话 它就扇手一段 嗯 就是这个 对 那他们 这个地方就 基本上就把白棋 给扇手给封进去了 嗯 很厚实 很厚实 而且这个 面很广啊 嗯 嗯 对 嗯 那我们看 白棋的话 白棋是 啊 选择把这个头尖起来 嗯 这也是很大的不起 嗯 如果再不走的话 白棋 不许应该有这样的定型手段 对 这边是 点三三的一个后续手段 嗯 是 把这个头封进去 因为它现在这边有后势啊 这边就可能呼应起来了 对 所以在这种配合下 就白棋吃这边的 也是方向不太理想 对对对对 整个中央形成了呼应 嗯 所以他赶紧把这个手段 防止一下 防止 嗯 那么它正好是要脱了吧 对 黑棋拐一下 然后就像 对 这部棋 这部棋是 那种 这个 形状的常规定型 嗯 呃 白棋还是脱鲜了 脱鲜了 那脱鲜的话就会被收紧 对 脱鲜的话就基本上 就将来全是线索 对 就堪称 对将来全是线索 呃 都一样斑吧 嗯 那其实黑棋 这部棋的架子还是非常大的 对 哎 现在我们再回过来看 白棋其实空里并不是那么多啊 嗯 等于说 如果这样的话 这个局部就剩下十四五木的一个价值 对 这不拖 价值非常大 而且不仅有木数 而且很厚 嗯 因为刚刚刘老师的这个图就已经很完整了 那么现在再加上这个边上的眼位 应该说这块棋就更厚了 对对对 嗯 白棋是先挂了这个 黑棋啊也没有着急定型 还是跟着硬 一些跟着硬 对 好像刘老师这盘棋 黑棋选择的定势 都是比较侧重于中央中央的 对 我觉得深圳序 你看虽然说是 反正下到他们这种 嗯 这种层面的棋手啊 其实肯定都不会是一成不变的 是一旦 比如 抱脚要硬啊 或者要尖啊 或者怎样 或脱鲜啊 是 就是他肯定会根据这个周边的形状 然后也会有自己对棋道的一个理解 嗯 像这种 这样这个局部 就这把棋 他这个靠 我觉得就是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对 他有继续去贯彻自己之前的一个 就是棋下的中央压迫的贴到白棋 压迫的白棋这边 然后呢 这边的呼应到这边的厚实 嗯 是的 来先去接 嗯 这样 对 嗯 然后 现在呢 这个这个不走的话 这个反正飞起来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鞋 你看 还整整体感觉就啊 就啊 全部都就连上了 嗯 是的 所以白棋是先抢先分头 嗯 嗯 在这里 嗯 这个选定 分头 然后黑棋啊 把这个地方交换了 嗯 把这个地方交换了 嗯 嗯 但交换完之后呢 上面还是要处理 B主 嗯 还是要想攻击这个 对 嗯 白棋是出头 挑出来 嗯 黑棋也挑这个 白棋靠这个 对 嗯 白棋好像去破了破了这边 会 嗯 去 因为它现在接触就 就 感觉这个地方 有点重 重 嗯 而且还现在没有回家 黑棋是好像好像各种的鲜手 嗯 而且没有眼形 对 感觉是破掉了黑棋可能15目的时控 但是中央的这边 然后还有都留下了挺多的 是啊 就白棋但是它实在是挡在这里 对 然后这边黑棋搬回来 我觉得白棋这一串的下方 其实也有待有待商榷吧 也并不是说有多好 嗯 因为我们看到当长黑棋爬过以后 嗯 其实白棋好像并没有破到 没有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收获 对 没有破到什么时控 反而自己 就是说党的眼形比这个会好一些 但是也毕竟没有活干净 所以 对 等于白棋还是一个后手 还要再挂一手 嗯 往这出去也没也挺无聊的 嗯 但是拐呢 确实也是一个 对黑棋也不起影响 对 明显的后手 这样黑棋再抢到先手 从这边加过来 好像 就是从这一串的步调来看 黑棋还 对 黑棋应该还不错 嗯 白棋 白棋因为现在整整体的实地啊 就像虽然黑棋实力不多 但白棋其实实力也并不是多 也并不多 黑棋这个中央啊 呃 不过当然最后的胜负决定 还是要在中央黑棋到底是这个潜力有多大 能维持多少木来 对 是的 但是感觉上 但是感觉上就作为一盘白棋先捞后洗的格局 就白棋捞的空并没有想中那么多 嗯 就是它每一块的实控都不是那么的充分 对 对 嗯 白棋在做货 这样 嗯 嗯 这不走被贴下来也是很难受啊 嗯 那现在走完以后 当然黑棋就可以脱先了 这地方暂时不用走了 嗯 呃 现在呢黑棋感觉上中央怎么走走一个啊 价值非常大 对 就是无论是往哪里走啊 就是先首先一个威胁到这边 第二个就把这个这条线如果能封进去 那么呢你看 这个中央就隐隐约就要开始要沉木了 对 等于这步其实不仅是扩张自己 而且对白棋这代还是有威胁的 有的威胁的 嗯 嗯 但我们看到黑棋是先在这 先搭这个 嗯 嗯 嗯 就是如果白棋要从这边来 其实好像白棋还挺想从这边出头 或者是这一带出头 总之 再如果跟到下是不是其实也没什么意义了 对 我觉得 因为 我们能够看到实战的机场 或者是从这边来 还是从这边来 对 我觉得这两个头都是非常想走的 走这个可能会 步子有点大 要不要走小一点 但至少就是说我们看到黑棋 中央的这一块 模样的话 沿箭的两个 这个最后 嗯 如果是这样 你要用这边啊 或者不管外面怎么样 嗯 这里面是个打击 嗯 这个白棋损失非常大啊 不光是木树的问题啊 嗯 然后被黑棋先手交换以后呢 就下了刘老师的在这一带 哎 黑棋这个好像中间这个 越来越壮大的感觉哈 对 其实这种就像一个中控 已经全部封锁的时候 是这种棋是特别想下的 但是这块棋没有活干净 对 所以 将来它就黑棋子也飞出来 对 如果我抢了这个好点 我上面的这些棋子 它也飞出来 这个地方好像还是有点危险啊 这个地方只有后手眼 对 眼界呢 其实白棋就是这两个眼好像是必得其一 但是 只有一个眼 对 下一个眼 怎么办 所以白棋是跟着硬了 这个要结束 嗯 来 走一个 但这样我觉得被黑棋下到这一飞 总感觉这块空还是 嗯 模样很可观 就起来了 嗯 就我们刚才说白棋不能轻易的 用这步棋 要走的话只能单拐 哦 单拐的话将来 如果这边黑棋有走的话 再打黑棋就 就未必一定要接触 嗯 是 这样不知道黑棋是不是有可能跟着硬 其实白棋出头也不 就这一下 什么时候能打这一下也不太好掌握 是 嗯 肯定要跟他 要走的话就 对 我就先跟着走 那可能就要中央开始闹事了吧 哈哈哈 这应该是白棋现在要想的办法 这个黑白棋也没办法 因为如果中央不走 就这么简单 对 如果说是被这种 这样子 或者是这么就简单 那黑棋就让黑棋围起来 白棋应该是 不喝 也也也不好说 要看白棋走的什么样 我们现在看看啊 嗯 虽然看起来黑棋走的很愉快 到处都走的 但黑棋看得见的目所其实就是 对 你一旦就说被白棋到处 转一转转一转 转一转 中间围的小的话 这起来真的不一定 白棋呢 把这个实地啊 虽然它跟着硬啊 但是毕竟还是走到墨水上 嗯 是的 好 我们来看实战 实战啊 首先想要加进去 加 嗯 这样如果 冲就也再加 其实是没 或者它也有可能是 转上面 嗯 这样就是看能不能洗活一块 嗯 这个没有 没有没有必要嘛 对 你就这样加它也不便宜 就就单接就行了 嗯 单接这白棋是拐还是粒 就是还 不好说 基本还是拐吧 就这样拐 然后 如果说 如果说黑棋就算把这个 嗯 这样白棋这一线应该不行 可能大概是从这一袋 那它就是这样盖住 嗯 如果黑棋能把这块围起来还是 应该是不是还挺大的 对 实战 不知道是不是黑棋觉得自己 这个棋比较厚 他选择了一个打结的土 他觉得这样子 哦 这个如果说结材丰富的话 那当然是这个也 更有效率 就不怕白棋开结 对对 不怕开结 嗯 不过这时候白棋可以造结啊 嗯 就白棋现在如果是第一天开上去 那就不好找结材啊 对 上面的这个 这个应该不是结材 那个提太大 哦 你要从这个的话 如果是这样 你把这个立下来 让他把这个盖住 这个太大了 这全是空了 是 这个是不能接受 但除了这个好像也没有 没有特别的结材 嗯 简单的 比如这种良好 这肯定不行 这样 这走的都是虚的 白棋内提 黑棋内提子全是空了 对 所以 白棋需要造结材 对 第一个 第一个结没有 第一个结没有 然后他 我觉得应该现在从这边拐出来 对 这地方不走的话 被黑棋压住非常大 嗯 而且黑棋如果在这个地方 一旦跟白棋纠缠起来的话 那他就结材了 一旦有纠缠 他就会有结材 比如说你要走这个 他就剃了 就像刚刚的这个图 这一段 黑棋就很痛苦 这就很难受了 对 如果你简单的还在这怎么定型的话 他其实已经有结材了 哇 那这各种棋都有了 对 所以拐的时候黑棋是 没有跟着硬 跟着硬 不太好 跟着硬不知道往哪里硬 对 不能跟着硬他就先提截 对 提截 这样 好 那白棋打进来 对 那么黑棋形成一个转换 哦 这样 诶 这样这个转换 这个转换 这个就需要 我觉得需要判断一下 嗯 看起来黑棋提的 提的还挺爽的 但是白棋这两部棋 架子也是非常 推同小可 对 就是黑棋等于在下方 收获了一定的实控 但中央的话 随着白棋这两手棋呢 肯定是 这个中幅就不能为那么大 就是这个我觉得真的是 嗯 嗯 黑棋这个虽然很厚 这边很厚 但是呢这个最后呢 还是要靠这个 木树 对 要有厚能维缩的木树 有钱能维缩多大来计算 嗯 那么现在呢是看起来 这个就是厚上加厚 但是被走完以后呢 这反而不一定有 就刚才直接接住 把它盖住好 可能 哦 就是因为我们 其实能看到 这边本身 黑棋也都是收紧的 对 黑棋其实是已经足够厚 对对 嗯 现在反正就是要帷幕 嗯 因为你这后 白棋也没有弱子 你要想去攻击也不可能 对 看白棋跳一下 然后搬这个 哦 我们搬一下 对 这样如果黑棋 就在跟着硬这一般 刘老师的一般 哦这不好硬啊 对 如果我这样 这边打牵手 嗯 然后你再可能搬我 哦它硬到时候可以先断一下 哦这样好一点 但是它可以保留 它可以保留 对 黑棋上面的断点 会对中央的收束 有一定的影响 这个不好办了黑棋 嗯 它搬的时候 我觉得黑棋只能不硬 对 对吧 这个捕住了 它没有断一下吗 嗯 你不怕被打了冲出来吗 嗯 没有断 没有断 没有断啊 嗯 看看如果打了冲出来 所以我只能断这边 我断 我还吃不了 那我冲吗 难道 一样的 哦对 一样的 嗯 冲 就成转换了 嗯 我这个 哦对 而且我转换前可能应该 一样 不一样 我还得交换点好一点 稍微好一点 然后再被你断 哇这个损失也很长 不知道这边有没有什么手段呢 嗯 分段 有个靠 对 有个靠 对 如果能冲击一下白旗 对对对 有个靠 这靠 确实还是挺严厉的 嗯 好像要分断白旗了 对 有点来不及 这种都做不到 嗯嗯嗯 嗯 可能因为这个白旗自身不够厚 暂时不太担心 当然黑旗直接先断一下 是最稳妥的 最稳妥的方式 因为白旗 对 看来小生好像听到了刘老师的推荐 是这样白旗飞 黑旗碰了一下 白旗 不是往这跳的吗 对 不太不太不太知道啊 这是飞一个好是吧 飞一个我明白了 他跳一个呢 可能怕以后接触 他这个还还在补 嗯 这边的话他有可能会补到别的地方去了 嗯 但是 有力就有力 比如他跳到这儿 对 你走在这儿的话 黑旗就会先问你一下 对对对对 这靠一下好像 挺不舒服的 挺不舒服的 你动不了 对吧 他是一般 不太好动 嗯 同样的肠也会被扳断 就现在这个蹄子就 发挥作用 有他的威力了 对他就利用周边的厚色 嗯 就是最大幅度的 要把这个空间围上 嗯 白旗只能 退在这儿有点 不舒服 然后可能听到了刘老师的 赶紧断一下 这个安全一点吧 嗯 对 然后黑旗围中 断住 嗯 白旗场 马上就要进入关子 啊 就是现在基本上来说 黑旗要最大幅度的 把这个围上来 对 这靠一个是好旗啊 嗯 好像一下子围的还 就等于说白旗先手动手的情况下 对对对对对 黑旗还是围的挺好 然后这边先打掉吧 嗯 对 这种 就得不要错过了 有点 有点大 对 赶紧交换掉 然后再 这个地方也夹不进了 它实在是尖着手 嗯 嗯 这样 尖着手 也差不多 嗯 哎 不过这地方白旗是走不到的吗 就比如说 想先搜刮一下 黑旗 对对对 这不是现在有厚了吗 能有分段的条件 嗯 对 就跳不着好不 还是先挤一下 你挤有可能 挤就结束 也就这样也不会很便宜 次序不太要组织 但是挺想在这边先定定型 好 实战是就尖 黑旗挑这个 把这个字拉回来 再去挤掉 哦 就算了 嗯 就算了 那现在马上就该判断形势 嗯 突然到 好像中货版就也就比较平淡啊 许家人也下来了 对 好像这是比两个人比拼功力了 就是看后半盘的摄数呢 白旗先冲一下 这个应该是打僵的 冲一下 然后跳 对 然后黑旗是靠的 这个如果你搬的话 就冲这个 对 可能是这么想 这样白旗就 嗯 我觉得它只能 只能跟它硬了吧 对 那也差不多 就跟你直接走 你也是要补 然后我护 然后这样大同小异 感觉 差不多 嗯 诶 在白旗搬的时候 黑旗又反手走了 这个 这个地方还挺 啊 它这个装不好 只能说明 哦 它还是看重 它本来这样下 是担心你一走 我就围不住了 嗯 然后它说我先交换一下 如果你再断 我这场可以再少 它正好结束 嗯 这个 下得很好啊 这个 嗯 是 对 诶 诶 神尊序这个定型下得好 嗯 细细节的地方 还是处理的很细腻 对对对 这是显示实力的 这就不起了 是 嗯 来看 那这样的话 白旗确实也觉得 就是如果简单 这样定型的话 嗯 有点 如黑所愿 嗯 所以它是先 也没有面子是吧 对 它先 先打了一枪 啊 又打尖 下面半毡 半毡的这个 半毡的这个 半毡 可以挡住了 嗯 挡 对挡住 我打不进去啊 它就将来 将来也不敢贴啊 嗯 使沾是退的 哦 退个也安全 倒是 嗯 不过这个其实也挺大的 先手沾一下 可能如果这袋定型的话 所以白旗先把这半毡掉 这样让黑旗再保护一点 底下入半毡太大了 对 这个木树 这个木树太大了 嗯 黑旗其实半毡都有点先手味道 因为现在 外面的这些籽 就变轻了以后 对对对对对 将来可以搬这个 这个非常大 这个也要抢 对 早就该抢了啊 确实很大 对但相应的 黑旗把这个断了 也不行 嗯 这样 好 做 天叔 嗯 好像 又这也是在打僵了 对 你看就是在独秒生中的打僵 好 这个 对好像 虎这个 对对 马上就 梳手木了 再长 好 这不走 可能这边还是有线手 嗯 跟着一 这边 是不是 爬过 嗯 跟着爬过 嗯 那么白旗把这个断了 对这个 逆收也挺大 对对 嗯 然后黑旗打下去 这个也不行 嗯 嗯 对啊 这个都很大 对 这边是不是还有点味道 加下 对 加如果力的话 就跳一下 哦 那是可能 暂时 不一定有什么便宜的 暂时 不一定有什么便宜的 嗯 这样如果拖不过来 你就打掉后就 被盖死了 那没什么便宜 暂时没什么东西 成了靠这个 有吗 我感觉黑气气有点松 好像 好像被斑要全死了 就黑气气不是特别紧 对 这样它就 就就挺就长 这还不行 嗯 这应该气不够 对 哎 我们家当初 立了它 立了一般家人可以抢先手 对对对 这个地方 我们考虑 这关子确实是 嗯 对这个也大 确实刘老师这盘气好像 大的关子都非常大 对 这个这个班也特别大 嗯嗯 对 但是我觉得这个 如果说中央没有什么味道了 将来只能这个 这个是先手 嗯 如果是没有什么味道 这个段 是不是 因为黑气如果沾到这下的话 这个加就加进来了 对对 所以黑气也是轻易的不能马上走 他可能 没说 就黑气白气如眼见如果先爬回来 嗯 你要沾 那我这个顶的话这个加就 应该就成立了 对 等于说黑气收可能得是一个步调 就是走完了顺道还得补这个 对 但这样再扣掉白气下面斑的木树 这手气可能就没有那么大 嗯 这个断本来是理论上是要要收 冲击一下黑气的啊 嗯 好像黑气把这个吃了 断这个 哇 还有这样的手段 嗯 那这个应该没办法 对 这个好像是全力 嗯 线索 这还得 哦 这就可以贴在这儿 可以贴在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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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不补呀 如果我断 对我断您贴在 对对就行 那是后手关子 大吗 这个后手一二三 嗯 嗯 不过不过倒是至少这一夹 两个是要不要 对 还是有个后续手段 对 反正也不小 嗯 对 白气是冲 这是收关了 断针 嗯 这贴下来了 嗯 没有马上断 还交换了一个 它是从这边吧 哦 它就走了一下这个 在断针之前 先拐了一下 这是它的权利 对 然后它 穿这个 穿这个 对 这个地方如果黑气敢冲断的话 这一夹可能就成了 是靠家 那它就靠一个 如果我硬 嗯 这样的话应该就会出事了 嗯 我只能粘 然后您再断我 对 这个黑气的气非常的紧 好 这就一气吃了 对 嗯 暗藏陷阱 暗藏陷阱 所以黑气要拐回来 那这地方白气能够先手 卡掉一点木树 还好 这个不算什么了 这个 对 然后再断针 黑气 嗯 护一个 这个断吃 白气踢 嗯 一起斑一下 好 斑了就立 那打拔这个 只剩下这个了 白的先把这个走掉 靠一下 靠一下 是 靠一下 本身是个后手 不过 嗯 不过它这个有个靠 你不走的话 哦 有后续手段 有后续手段 就我下来 再一断 所以有后续手段 只有靠的手筋 嗯 黑黑气就跟着硬 嗯 白气打拔 六二十数的打拔 嗯 对 没什么木树了 对 这个树可以把这俩吃了 是 我们可以再收几步 就可以给大家判断一下形式 嗯 黑气在家之前 还定行了一下 就把这些走了 对 吃掉这个是吧 对 这个是吃掉的 然后还交换了一个地方 清楚这个 嗯 对 这个都定型掉 咦 对 这是什么呀 哦 但黑气实在就比较简明 它就这样熟 它还是看中了 刘老师说呢 你加这个就行 这个已经 我觉得它应该就判断清楚 其次了 我觉得它应该是觉得够了 这应该判断清楚 这个两个要不了了 对吧 把它挤了一下这里 嗯 然后这样走 然后就差不多可以判断形式 好 我们来看看 嗯 然后我们就再给白气收一步 咦 白气 这边吧 嗯 对 好 白气把这个走一下 接住 嗯 然后 这是鲜手 哎 这是四母 嗯 这边顶一个 或者爬一路 嗯 好 白气又打浆去了 哈哈 白气可能也是比较早的进步 打这个 对 这个也打了一下 这个是好打 都是打掉了 嗯 独秒深中的打浆 对 然后说的 哦 它这个 哦 这个也这个也走掉了 看来 这还是这样手边 这有这有一部手 嗯 有个漏 冲一下 有一个漏 嗯 打住 对 白气还要铺掉 那你铺一下 来的是提还是这样 一样的 一样的 那就是团结 嗯 对 就是收成这样 这个接住 嗯 打上是吧 对 对 把一些顶一下 我们这样差不多就可以点 对 嗯 嗯 是的 嗯 嗯 白气这也都是打掉 白气还吃在这 吃在这 嗯 行 那这样我们可以大概判断 这个现在就是把 白气挤了个这个 就是把这个接住嘛 就把这个都收掉吧 嗯 这三亩多 那这还是四亩大 嗯 现在会都是 现在该白气一下 嗯 白气挤了这个 没利 没利啊 又交换了 可能也是走了一下利 我看他打的那个 啊 就都是打一僵 所以恶手不好找 然后利 然后该白气说 嗯 白气提这个 说这个 啊 这样就等于说看成定型了 对 黑气相应的说完这个白气说这个 就没关子了 基本上 嗯 嗯 那就这个是线索 嗯 把它提掉 是吧 对 就是这样 然后就把这个接住吧 嗯 它接住这个 对 我们就可以来点一下目 对 这个 三目 嗯 一样的 嗯 就这样 就说一个吧 可以了 然后就要我们来看一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九十一十四 二十一二三二十五二二二七二十八目 嗯 三八三九四十 对 十一四二三四四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五五一八 五十五目白气 对 五十五目半 嗯 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一二三四五一二二十二十二二十二一二二二二十二二十四 嗯 嗯 那还是就是之前 我觉得是不是好像被黑气中间围的有点大 围的有点大 反而但是这盘器无论怎么样 总体来看 因为是没有看出 许家阳有什么特别的机会 我觉得深圳期还是 明显的要起高一招吧 尤其在大局上 许家阳就是 在形势 我觉得他应该对形势判断的时候 不利的时候 就在中间那个冲击的力量 还是稍弱一点吧 就是好像输得比较 比较就是没有反抗的那种感觉 对因为可能在自己 稍显不利的情况下 可能包括这种飞的地方 是不是有可能 能够下得更强硬一点 也许会有一些变数 对然后这样来看的话 确实黑棋可能从布局 就制定了一个取势的策略 然后最终也是 比较有效的得到了执行 然后最终也是拿下了这一盘 对于他自己而言的复仇战 对当然了 许家阳虽然今天输了之后 但因为队友们也都非常给力 他们已经是闯入了 这个总冠军的争夺 应该说明天江西队 将和山东队展开最后的 我们今年维甲的最后的悬念 没错 那么也请其友们可以继续关注 我们维甲赛事的直播 那今天的这一盘焦点对局 就为您讲解到这里 最终是以深圳旭直黑中盘 战胜了许家阳八段 好 那么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再见